一锁锁三年,三年不怕减 这就是U型锁 那它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 制作U型锁需要这种特制的钢条 工人会将钢条放进弯曲机 拥有25吨压力的弯曲机 仅蓄一下 就能将钢条压制出U型锁的形状 紧接着洗床会在末端切出卡扣 为了让U型钢条更加坚硬 工人会将U型钢条放进800度的火炉里加热 并放进水中淬炼 让其分子结构发生变化 淬炼好的U型钢条需要用镭射测量机器 测量出钢条的尺寸是否符合标准 只有符合标准的才会涂上保护漆 下一步自动机器 会将准备好的锯以吸管 一步一步地套住整个U型钢条 锯以吸管可以保护钢条也能让其手感更好 为了方便放置U型锁 工人还会在锁的一边安装塑料托架 这可以让锁挂在自行车车架 接着就是扣锁的制作 为了安全 锁体会使用这种硬化钢板 洗床穿出刺洞之后 组装工人会将锁人与中间组件进行组装 插销会在你转动钥匙的时候 紧紧卡住卡扣保护车辆 而锁人上会有钢片防止被撬开 将锁人与卡槽涂上润滑膏之后 就可以将整个组件塞进锁体了 为了方便车手抓取于美观 工人还会在锁体上套上塑料套 这样整个U型锁也就制作完成了 但是还需经过制紧缘的抽紧 确定制作的U型锁 能扛住钳子13吨的销利 也能扛住1200牛的扭力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